我伤害很高 给你们来一把螳螂教学 再把我们段为不低 对面是高手 对面阵容也很好 但是我们螳螂是可以塞得动的 为什么每次进来都不再玩破败 因为 我起这个标题就是把你勾引进来 然后用其他英雄 把你 让你这个 把你征服 然后你就很想看我玩破败阵亡 然后我就不玩 你就很期待 这是黄金段位的 黄金段位其实还好 因为大多数玩家其实是白银的 你知道吧 所以到时候不要打这么高 打那么高的话呢 很多玩家可能不太看得懂 就看得没那么爽 明白吧 那么大也是寡妇 寡妇 寡妇在六级之前没有隐身 还是比较弱的 干克能力也不行 所以我前面可能要入侵他 好事 这边三度野怪都吃了 寡妇一般不会入侵 来打红 但是不排除那些愣头青 但是像这种段位的话 愣头青就比较少了 因为也会打了 也知道不敢入侵 没有资格入侵 但是他不入侵我 我要入侵他的 因为我掐着我英雄优势的 这个点 我们现在抓人 或者入侵都可以 寡妇是不可能打赢我 即使他是埋伏我的状态 他也打不赢我的 我们没有满血 可以到这里来 看看 不在 他有可能是难开 然后下去的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先吃这个吧 中路非常的过分 但是我没有去抓 因为这波抓中的话 应该是抓不到 这小鱼人很难抓 而且我不确定寡妇的位置 但是我和谐打完 就必须要抓了 招惹一下也要抓的 他死了 他这个闪现白交的 我不需要交闪 我队友在那边拦他 他肯定是 缓速很重要 这时候闪现缓速很重要 这个世界美为无穷 好被发现 谁走了 他死去 他大鸟打了 行吧 这个基本上就赢了 赢了 这个小鱼人 仗着自己比较灵活 所以没有防攻 那我们肯定要抓他一步 他再灵活 他都要 对吧 都不能在我们塔下打 那你什么英雄也跑不掉 他到我野区去了 可能在吃我的大鸟 没有 他吃了一股蛤蟆 对普攻缓速 普攻是有缓速效果的 所以这个东西 无形威胁 把这个四甲虫吃完 我们就回家了 螳螂刷也不是很快 他只有一个AOE的W 而且伤害我们不主家的话 有点低 我方也不快 我方也不可能在一起 回家 來個這個 匕首一出 然後再束六 這個陶螂就很猛了 他們的紅藥刷了 但是我等級差的有點多 可以嘗試入侵一下 最好是升到六再去 這寡婦打的沒有侵略行 她不敢來 我們要入侵了 可以入侵她一手藍Buds 因為我正好勝率 缺Q 感覺到了有價值的獵物 如果她第一時間打的話 我來不及 但我還是得去 稍微晚了一點 她還是可以來 我們到也去插個野 她沒有打 那我們先把她再打 她小人來得有點 那就沒辦法了 就算了 我留了 她小人在 國護身後 沒關係 這波入侵不成功 也不虧 如果是她一個人的話 她跑不掉 我追殺能力太強了 這個時候小心她陰我 就拉過來 感謝真皮西瓜的兩個飛機 好 這個時候馬上去偷龍 我們下路是優勢 可以偷 感謝西瓜 謝謝 這個 這個 小人壓得還挺過分的 這個可以殺了 我不知道寡妇在不在 所以我們這波 寡妇在下看到了 寡妇在下 寡妇在下 這波可以呢 順勢到她野區蹲一下 沒有來 拉了口 下路人不見了 可能打龍去了 但是我 我一個人探過去有點危險 我不知道視野 我必須對齊 繼續這群了 沒有打 那他們回家了 我可以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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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隊友來了 把他技能躲 他必須得死 這個是肯定得死的 被我孤立的狀態下 基本上沒什麼打野能跟我單挑 這把優勢太大了 這把優勢太大了 他不停 直接回吧 現在也 我們也夠了 夠了 不需要木刃 乌蒂尔能打过我 如果我在孤立的情况下,乌蒂尔也打不过 打不过的 因为我们的两段隐身能够让乌蒂尔 有两秒钟是不可以输出的 让我的Q伤害非常高 如果不是孤立,那乌蒂尔随便打他了 峡谷可以吃 感谢一身肌肉的 大王星 先偷他野怪 小鱼人要小心 这个伤害值 你就能感受到了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恐怖 基本上是满血秒杀的 而且我们还没有木刃 因为孤立的话,这个伤害加成太高了 还可以吃波塔区 还可以吃波塔区 好,我们也行 这个 回一波下去 先去一波上 把这野怪都吃了 再下去 你的团队已经破坏了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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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螳螂是没有用的 因为螳螂他只要隐身的话 他可以先手打你一个Q 知道吧 然后 把无形威胁打完之后 再隐身 你是没有办法攻击他的 就会停顿 两秒钟 没有办法输出螳螂 所以这个是打不过的 而且现在的乌蒂尔他要捕碰化 就 讲到底 就算乌蒂尔能打过螳螂 螳螂也不可能 知道吧 螳螂也不跟你打 这个是最重要 就是 只有 螳螂杀乌蒂尔 是不可能杀掉螳螂的 因为螳螂的机制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非要纠结 说哪个单挑更厉害 那我就不跟你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捞 看对面会不会出来 好 我们在这里守一波滑 不用守 可以直接绕塔塔了 游戏已经结束了 我们优势太大了 对面好像挂机了 恍惚在这边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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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乌蒂尔在比赛上面好像也出现了对吧 所以大家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奉劝各位乌蒂尔这个英雄不要学 如果想要上分的话 这个英雄他的容错率太低了 太死板了 有很多局他是不适合的 因为他的这些优点在路人局里面是很难发挥的 明白吧 很难发挥的 他相比什么南枪啊 人马 螳螂这些啊 蜘蛛啊 要差很多 但如果你只是为了玩呢 可以 就是一句话 有点捞 这个英雄 乌蒂尔有点捞 有点吃队友 但是不代表他比赛不能用 啊 那是不一样的 比赛是不一样的 比赛里的队友都很会玩 那么乌蒂尔的优势他能体现出来 比如说他的坦度 啊 对吧 他的这个 恐龙 比赛很多英雄都可以玩 但路人不不能玩 完全不一样 这个游戏 打路人局永远是那些 有位移的 守长的 要么呢 能收割的 爆发高的 像这种英雄就占优势 但是你的水平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知道吧 那很多英雄就能耍了 你看很多王者局里面出来的英雄 对不对 你要是打段位低人 不行的呀 没有用的 你打得再好都没有用的 这是我 这么多年的游戏经验 你要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要走很多弯路 到最后你才可能会有感 这个蛮王 先走个位 引个身 闪个线 溜溜球 他要叫机 但没关系 我还是有 我可以 女神 他肯定要追我 因为他是任头金 他不追我了 他追不到 这把优势太大了 结束了 没有发挥的舞台了 下局能不能玩一下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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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辅助英雄都不太喜欢玩 比较难C 比较难C 上分的话 如果你打得好 也不太会选择玩辅助 辅助的话 比较吃对 你看 假设他是物帝 你看我怎么打他 假设他是物帝 你看 我就风筝他 对吧 你看 假设他是物帝 你看他打不到我 你看我 我又躲 我又隐身 对吧 你看到没有 对吧 他三挑猛 但是他A不出来 他即使有扫免 他没用 对吧 他不能永远是我先手 他后手 因为我隐身状态 我可以选择A他就A他 我不A他我就绕 对不对 他不可能先手打我 这是隐身的一个用途 隐身的效果不是说让对手看不见你 不是的 是你可以先手 你永远都是先手 敌人攻速再快 都是你先手 知道吧 因为这个游戏的平A机制是你上来 不管你的攻速差距有多大 他先手一定是 他跟攻速没有关系的 知道吧 只是后摇快 攻速快他只是后摇快 我没收到 那么练练炎雀把版本强势 没错 炎雀这个版本很强势 啊 我们有去练他 的确挺厉害的打野 比如说开影啊 炎雀啊 这种蜘蛛啊 都很强势 但我们很多时候上分啊 你只要把 两个英雄玩到极致 基本上你都 很容易上分的 两个就够了 如果是乌蒂尔的话 我早就死了 那不可能的呀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 你为什么会觉得乌蒂尔 能够把唐狼给杀掉 不可能的事情啊 乌蒂尔永远不可能杀掉唐狼 知道吧 记住了 不可能的 打了再好的乌蒂尔都没有用 都不可能杀掉唐狼 除非唐狼自己想死 唐狼要贪输出 那 就不好做了 这个时候不要上 你看我在欧逼 我为什么在欧逼 你知道吧 这个时候牛头 顶在前面 你不要扑进去 因为没有孤立 你的伤害很低的 好 你看我的团队进场时机 好 你看我的进场时机 你看 很多时候我在欧逼 大家就会觉得我很老 所以我玩唐狼只会欧逼 但其实这是切入时机 唐狼作为一个收割型英雄 一定要掌握这个切入时机 而且他和这个 将杰太龙还不一样 对吧 你说太龙杰他也是这个爆发型英雄 为什么太龙杰这种英雄可以先上 那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